一场大雨覆盖了人类的家园 唯独留下了无家可归的狗狗们 当他们看到救援队前来解救他们之时 他们摇晃着尾巴似乎在表示感谢 可是救援队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狗狗被捆 不知简陋的小船能否装下他们 为了避免狗狗们虚脱 救援队先是让他们尽量地填饱肚子 没想到就在这时 狗妈妈拖着沉重的身体也走了过来 看来狗妈妈并没有因为自己会狗袍而弃孩子不顾 转眼间狗狗一家已经成功登上了小船 看到他们重获新生的样子 真的很感谢人类没有因为他们是动物而放弃他们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被困的狗狗还远远不止 这一家三口看到人类厚一脸的难以置信 或许他们也想不到会有人类前来救助他们 面对这么大的洪水灾难 我们却变得那么的渺小 生灵涂炭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但是面临危难之时 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 我们都要竭尽所能地去救助 没想到被困的不仅有狗狗 就连猫猫们也没能幸免 可话说回来他们还是比较幸运 毕竟他们被人类所发现了 没被发现的只能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俗话说您为太平犬莫作乱世人 希望这种既令人害怕又敬畏的天灾不会找到我们 分手使狗狗还不忘记感谢人类 祝愿看到这里的朋友一生幸福平安